這邊你衛客一定要先踩中肉草 這個大姐的冠軍區完全沒必要 可愛過來 過到菲里克 他不能出過這 不用這麼快壓過去 ONE TEAM這邊的溝通已經出現失憶 他們已經脫節了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GCS春季冠軍賽 MOP對上ONE TEAM第二把的賽事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局的BP MOP搶了艾羅這個角色 ONE TEAM就直接選了井跟衛克 他們其實那個時候 對上我們的時候 第七把也是一二選就直接選井跟衛克 就是他們的命角了 那輔助位就要打衛克應該就是沃瑪了 井點沃瑪也很難點的洞 然後他再補一隻小丑也是井跟衛克都好打 我會覺得以魔龍路跟輔助來講的話 MOP會比較有肉絲 他其實補了這隻菲里克 不管是在中午席分推上 或者是他團戰上用來切坦 其實我覺得都是非常的不錯 一等我覺得 ONE TEAM有點奇怪就是 這邊你衛克一定要先採中肉草 不管是怎樣 你都一定要先把中肉草給採起來 井跟莉莉安可以在後面幫你POK 然後你這樣子調上去直接被沃瑪打到半斜 你對線已經沒有辦法跟這個沃瑪去打了 OK這邊雙方第一次古龍戰碰撞 夜叉他直接這樣子走進去 之後找了個閃 他閃的位是閃得很不好 他這樣子閃基本上跟沒閃沒兩樣 你們知道嗎 就是閃完也會死的 所以這邊 後續艾羅再挑個大絕 其實這邊 其實這邊艾羅失誤了 演員這個刀空掉 那這個刀也是不該空 因為你只要等菲里克滾完之後 再P就可以了 可是他可能比較忍心急 我算是還蠻嚴重的失誤啦 就是艾羅不應該死 然後洛克西也不應該死 那導致這邊魔龍也掉了 這把很關鍵的一波來了 菲里克這邊一個人進來艾羅的藍區 我覺得娃娃應該這邊應該就會說 拉茲會先靠 他沒有辦法先到 雖然說你跟艾羅一打一你可以風箏他 可是這邊拉茲是先到 重點是你後面也被包 你完全沒有隊友可以幫助你 OK 然後在這個位置 我這 我這尾尾沒有第一時間較大 也是打得很好 就是 就是他 他等這個菲里克滾 然後迎雙完之後 再二技能大絕 然後艾羅跳再一個P 然後他最後教的這個迎雙也非常不錯 那這邊力量想要進來救他 也死了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這邊 這波逆風 可以說是這個菲里克又也失敗 然後 對我為了要離補 幫助他 然後白白掉了三個人頭 那你們可以看到掉了三個人頭之後 所以他現在會打的稍微有點怕 他可能老大會有一點點害 OK 這邊就是我說的 這手菲里克選出來 選得很好 你們可以看到三打五的團戰 三打五的團戰 菲里克丟一個大絕在這邊 然後 然後他後續 他可以一直輸出 你看他一個大絕就可以把人打成這樣子 這邊MOP中左視野全部都採好 直接來開這個凱撒 菲里克在下流露頭的情況下 MOP開這個凱撒完全非常的合理 然後 這邊凱撒爭奪 4打4 炎炎吃了這個凱撒 然後 拉茲怎麼死啊 哇拉茲大絕直接關進去 這個大絕關進去完全沒必要 首先 首先這邊 這邊 魏克卡進來 然後艾羅這邊吃完凱撒之後 肯定會先打這個人 然後小丑這邊 因為他關進去了 所以小丑也跟不到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是 三個打一個 然後三個打一個 那所以這個我才說他不應該關進去 然後結果這邊拉茲死掉之後 這邊拉茲死掉之後其實MOP還是打贏的 你看MOP還是打贏的 好 可愛過來 過到菲里克 哦 菲里克這邊被勾到 哇這個就 失誤很大 因為 他有二技能 然後今天這洛克西不是瞬移 瞬移夠的話他有辦法反應不過來 可是他是 這樣子走過來的話你就應該反應過來 那菲里克這邊 我覺得也是還蠻野兆的事物 然後導致這邊 也是讓MOP拿到很好的團戰效益耶 哇 怎麼今天打起來MOP都 的團戰效益都是好這麼多啊 哇 然後洛克西這邊從後面過來 過來購一個 哇 你們看哦 這段凱撒之後 菲克這段死了 經濟還是一樣贏 可是你看 後面的連鎖效益 塔掉 上路二塔掉 中路一塔掉 經濟反敲 然後這邊 人員小的情況下 艾羅這邊直接衝進來里門後排 兩個高低野掉 我覺得今天菲里克 你小死個三次 我都覺得是屏風的 然後這個菲的出裝 他不能出破陣 菲這把出裝一定是線上天叢 因為洛克西 艾羅 出這個破陣效益完全沒有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出 角鬥士玩之後 線上聖劍 然後直接上天叢 然後直接上龍骨劍 一定要上龍骨劍 你不能上這個全能 龍骨完之後 王者復活甲 你這樣子出裝 天叢龍骨一起 你才有辦法打得動 前面這三隻 所以呢你們可以看到 井 輸出完全打對面 不痛 真的是完全不痛 你看他打這個沃瑪爾 他切場速度太慢了 太慢了 首先這邊 洛克西空溝 然後 沃瑪爾為了掩誤他之後 他在前面開個大絕 一插關了他 然後 拉茲這波進場 呃 拉茲這波進場 教師全空 然後死掉 他如果 二技能這邊 一技能 這邊 再把人大絕推進來的話 小丑完美輸出 團戰不會長這樣 這邊自小 自小他不會死 然後團戰不會長這樣 好 這波 關鍵的一波來了 WP這邊已經踩好 右邊視野 那上面沒龍出 所以呢 衛克呢 就想要從這裡過來探草 首先太快了 太快的原因是因為 中仙才剛清完 然後他們人才幹到這邊 龍才剛剛出的情況下 衛克他可以先在這裡徘徊 看MOP的人有沒有丟焦 不用這麼快壓過去 因為這邊夜叉就可以看到 深淵魔龍 所以他這邊不用這麼早進去 第二點 OK他今天選擇直接踩進去 這邊四個人盾好 雖然他不知道四個人盾好 可是 是可以猜得到 菫里克 完全沒有在他後面 WNT這邊的溝通已經出現失誤 他們已經脫節了 正常來講 你要這樣子壓 OK 那 菫里莉安在你後面 你還是 你這樣子 踩草 你還是抵後面有人吧 你還是抵後面有人 幫你 把人打出去吧 已經出現失誤 所以 衛克進來 直接被關一套 直接被關一套 雖然他這邊沒死 因為拉茲也 拉茲沒有打到傷害 他沒有直接把拳道關進去 他這邊要得很好 他看到拉茲的時候 猶豫了 他沒有直接大絕 他沒有直接閃關 然後這邊大絕也空掉 所以代表說現在 WNT團戰 這個人跟這個人已經是沒用了 後排 莉莉安 也直接被關一套 OK 這邊就是我說的 菫 菫這個位置 現在非常好輸出 可是他出了裝備 他打不動 那你們可以看到 菫現在瘋狂輸出啊 他現在瘋狂輸出哦 可是你們可以看到 三個前排站到前面 你看 完全沒扣血 你看他的一技能 你看他一技能點人 完全完全沒扣血 溝通好像有點 都是有點問題 因為 夜叉站止壓過來 輸出位完全跟不上 緊在這裡 莉莉安在這裡 菫里卡在這裡 這邊夜叉壓過來 三個四位 三個四位完全輸出不了 之後 他直接掉半血 那 那我可是從這邊過來 團戰打起來之後呢 菲里卡怎麼先倒 菲里卡這裡 第二個大絕之後 被洛克西壓了位置 可是你也不能這樣子走啊 你要走也是 往這裡走 你要往緊的位置走啊 你怎麼這樣子走 打著他 這樣子走就尷尬了 他這樣子走 那團戰沒得打 這是你一個切坦 切坦最重要的角色 你這樣子死掉 你沒打到什麼傷害 你就死掉了 我會覺得 1隊這把是應該能贏下來的 可是 不管是前期 中期 後期 都很明顯看到 他們的 他們的戰術執行上 然後 溝通上 都有出現非常大的事物 所以這把也是MOP 然後是要的 首先 然後是要的2比0 那今天的解說就到這裡 那我們 我們接下來呢 還會推出第三把的解說 那喜歡的話呢 請幫我按下訂閱 還有按下小鈴鐺 那我出影片的時候 你們就會收到通知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我們下次見